大家好,今天這條影片想跟大家說說虛擬貨幣 比特幣這一兩天已經創新高 基本上已經破了所有前頂 曾經跌了3萬5千美元 最高到3萬4千8美元 很厲害,現在正在回落 有些人覺得比特幣升到這麼多 早知道我就進了 或者早知道我就進了多些貨 為什麼那時候不進呢 三千多不進,六千多不進,到一萬元也不進 就算一萬元進,現在都升三倍 這些世界的東西是沒有早知道的 人都是這樣,我自己都是這樣 投資的東西就是這樣 但如果有聽到我之前的頻道 我也有講開比特幣的 也有教大家一些安全的方法去買比特幣 學習虛擬貨幣的買賣是真的需要時間的 開頭學就覺得很複雜,很煩 讓你搞個Suppify網站更煩 而且一個不小心被你跌了 這個虛擬貨幣就很痛死了 因為沒得救的 這個世界沒得救的 那條Key只有你知道的 沒有人可以幫你recover的 就算你好像相機那樣 寫完相片不小心跌了 都還有機會救回相片的 但是虛擬貨幣這些 跌了條Key不見了 那就是不見了 你有一個比特幣,十個比特幣都沒有了 所以這方面大家要入得牆就要小心玩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有些人說現在入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現在入好不好 這個我沒有什麼建議給大家 這個完全是自己的投資的考慮 不過想說一些看到的東西 你覺得34000好像很多 那是好像多少 如果你看回它的market cap 按錯應該是這個 那你看到它 整個生命圖 這個比特幣的生命圖 就是有幾毫至一元的價值 它market cap去到多少 曾經最高去到這個 那就是曾經去到8274億美金 那麽多的市值 這個是有生以來最多的 是2018年的1月7日 如果大家有買開比特幣 那在那一刻你都覺得大家是超興奮的 那當時比特幣的價值當然沒有那麽多 如果看回2018年的1月7日 可以看回過往的圖表 那是2018年的1月 即是大概當時 最高是去到17234元美金的比特幣 那麽好了 那現在這一刻 你看到它的比特幣的市值 是已經超過了當日的market cap 是已經去到8812億那麽多美金 那麽是很厲害的了 已經是破了頂了 即是連最高的market cap的頂也都破了 那麽好了 那我看這個圖表有什麽關係 那麽你可能沒有什麽感覺 那麽你可能沒有什麽感覺 那麽你也看回它 這個是total market cap 這個total market cap 但是減去了比特幣 那麽你就發覺 哇原來之前的都是大概那麽上下 日子呢 都是2018年1月7號 那時是去到5400 不是5400億美金的市值 減了比特幣之後 total market cap 所有其他那些是小幣 即是二線幣 三線幣 四線幣 那麽但是你發覺現在的 現在的市值呢 280 即是一半左右 那這個point 可能大家都會 當作一個解釋 我覺得是解釋到 為什麽 Ethereum 會突然之間 一日之間 升了3.3 那麽多 那麽而它的帶動其他的二線幣 一樣是會一起抽升的 那麽所以接下來這一轉 我覺得比特幣 一樣會破新高的 那麽但是它也都回落 都 幅度也未必細的 那麽可能又 跌回3萬 都不頂這樣 那麽但是一陣子 又可能跌回3萬5 甚至4萬 那麽可能今個月尾 又見到5萬 那麽這些是很稀鬆平常 因為已經是沒有頂在上面 那麽直至它 就是形成了一個頂 開始很多人都 賺錢走人 那麽才可能 形成一個頂部 在上面 那麽這個是我自己的 愚見 那麽但是其他 由ETH開始的 所有二線幣 開始做棒棒的 那麽升的 根據剛才那個 那麽看法 那麽而且你看到 很多機構性的投資者 都真的入場 那麽不再是 那麽人經常 這麽虛的東西 相信不過 那麽你 2021年 我都可以大膽 那麽假設 越來越多人 就會投入這個虛擬貨幣 亦都很多人 那麽無緣無故 那麽 最近Youtube 是不會說比勒幣 都突然間很多人 走來講比勒幣 那麽因為 他覺得這個市場熱 那麽 那麽他就開始要認識 那麽 那麽他本來有認識 那麽不過不多說 那麽現在開始 都踩上了 那麽都講了 那麽都講了很多比勒幣的東西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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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還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之前都有講過了 那麽 這個結果 那麽 那麽今年 那麽 tros來三四年 進入 ры Coast VA 之外 是關於虛 苛它是торов 來爲火 那麽 那麽 另一個 2011年 大家經常會聽得到 就是關於火 那麽 那麽可能會有很多火升的消息 就會出現 在今年 那麽 那麽 所以大家 就拭目以待 那麽 有呢 那麽 不妨花一點時間學習一下,了解一下,可能將來會有好處 今天這條影片分享到這麼多,拜拜